机车行的门面打清销 摆在一旁的轮胎也不能放过 因为确诊者乘到这里来修理机车 停留20分钟 他是在3月25号到28号 与女性有人开着车 到花东旅游 返回高雄后确诊 同样到外地旅游确诊的 还有另外一对20几岁的情侣 这对前往阿里山旅游 旅游的情侣与23771确诊者 住在同一间旅馆的同一楼城 回程途中接获通知裁检确诊 一天之内四个人 因为跨线市旅游确诊 市长十分忧心 很多都是外线市旅游 涉及到南北移动 拜托我们的基层的诊所 假如有呼吸道症状 尤其又有旅游室 务必能够发放快灾式去做快灾 师傅也公布确诊者足迹 包含到花东旅游的两人 分别前往机车行修车 还有到大卖场购物停留40分钟 另外一名在中央集检所工作的 50几岁男子 例行性裁检确诊 他曾到凤山青年路的全联 还有小北百货青年店购物 高雄市另外四例 是前证化工厂居隔期间确诊的 没有社区感染风险 两位的这个北市的这个确诊个案 这个回到高雄就是要扫墓 我们建议 这个要进入塔位这个部分先暂停 确诊者到过的足迹沿途清销 因为一名保五原警 日前资源高雄集中检疫所勤务 一号结束任务筛检 确认养性 初步疫调 原警足迹以潮州东港为主 也参加宗教聚会 目前匡列五人居家隔离